上回就說到 在2024年1月31日 戰沙咀新天地美食入面 幾個14K因為幾十萬毒品數 用長電筒、膠盤、膠燈 去開創他們一片新天地 三個聖火仔 羽仔、紹君和成熙 富如頑抗 最終被搏爆頭 還波及賣隔壁桌 一個四歲大陸女遊客 見證這場夜繽紛 又賣醫院 少君作為聖火近年的後喜之秀 受到荃灣聖火黑柴的力捧 只但是吃吃雞腳湯 無緣無故被人搏爆頭 你說難免何存 好自然就會有江湖速報觸集 在這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聖火三個男人為了報牛 決定用刀 埋伏在一月晚 吹雞打人的14K阿俊 阿俊 哪人讀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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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回 這位阿俊 是14K細威的小孩 就是她 跟聖火阿俊 的毒品數 討論 消息說 聖火和14K上頭 都討論過 但未有結論 阿俊 率先去服阿俊 把阿俊 送去馬加烈 警方 把一單個案子 列造商人 追測三個 穿黑色外套 黑長褲 和黑口罩的男人 今集 江湖速報來到這裏 下條片再見 以下是一則 由Channel C阿俊 發出的重要廣播 有大件事 Channel C屬骨姐出世了 我這位阿俊 這麼有份量 都是重140g 輕過一包紙包飲品 188元 讓我可以參與大家的人生 和你遮太陽 擋風雨 快點按入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帶我回家吧